我国疫情依然严峻 近日社交媒体更流传 印度的变异病毒已经入侵到沙巴州 不过沙巴州卫生局长克里斯蒂娜 郑重博士谣言 表示沙巴目前还没有出现确诊者 感染印度变异病毒的案例 根据网络媒体自由大马的报道 社交媒体近日传出沙巴亚币 已经出现了首宗感染印度变异病毒的案例 但是当地卫生局被寻集这个问题时 马上否认这个消息 卫生总监丹斯里洛西山 曾经指出 截至目前为止 我国已经有56宗变异病毒的案例 其中一宗是涉及印度的 B16171的双重变异病毒株